三国演绎连环化 第41集定军山 曹操得了汉中地方 西川阵洞 刘备用孔明的计策 说动孙权进攻合肥 曹操得逊 自己领兵去救援 留下曹洪 张雀 夏侯渊镇守汉中 为 蜀相持三年 张和见曹洪一直按兵不动 建议袭取巴西 进攻蜀地 曹洪认为巴西有张飞把守 恐怕难以取胜 张和不听 将步兵三万分一半守住大寨 自己引一半去攻巴西 张飞得报 即引兵出境迎敌 独占张和 战到三十余河 山背后属兵杀出 两下加攻 张和败退 张飞成胜追杀 一直赶到荡渠山 方才扎住 张和退入寨中 布置好类木炮石 却在山上放怀饮酒 任凭张飞百般挑战 只是坚守不出 相距五十多天 张飞无计可施 便在山前扎营 自己也整日喝酒 喝得醉醺醺的 坐在山前 辱骂张和 消息传到成都 刘备大惊 怕张飞谈酒误事 孔明却深知张飞用意 反教未言借送美酒五十蹦到军前 让他喝个痛快 张飞得了许多美酒 叫人将酒盐排列帐下 汇集军事 开怀畅饮 张和在山顶观望 见张飞连连干杯 还叫两名小兵在帐前互相扑打 作为希勒 当夜 张和乘着月色 下山偷营 掩盗债前 只见帐内灯逐照药 张飞仍旧坐在那里喝酒 张和大喊一声 冲杀进去 张飞指示端坐不动 张和抢前一枪把他戳倒 却是一个草人 张和发掘中继 慌忙退出 只见迎面一员大将拦住去路 正是张飞 张和拼力冲杀 只盼大寨兵马来救 谁知山上火起 大寨已被魏延夺了 张和只得收据残兵 退守瓦口关 张飞 魏延攻打关爱不下 张飞焦躁 和魏延去查看山前山后行事 呼见百姓树人 身背包裹 在威牙绝壁上翻过山去 张飞看了一会 忽然有了主意 军事连忙把他们换到马前 张飞用好言安慰 从他们嘴里 探的山上有条小路 可通瓦口关后 张飞大喜 赏了那几个老百姓 再说张和为了救兵不到 心里正在忧闷 人暴魏延在关前挑战 张和劈挂上马 下山迎敌 呼报关后四五路火起 张飞领了一军 已经从山后杀进关来 张和听了 大吃一惊 瓦口关前后受敌 张和撂守不住 只好弃关逃走 后面张飞猛追 张和抛了坐骑 投入小路 方才逃脱 张和去见曹洪 曹洪因他连尸两处险要地方 舍了许多兵马 下令推出斩首 众关说情 曹洪才拨给五千人马 命他去夺加盟关 加盟关守将孟达 霍郡 见张和兵来 霍郡主张坚守 孟达定要迎战 孟达出关 才一交锋 便被张和杀得大败而回 霍郡来不及怪愿孟达 赶忙写好文书向成都告急 刘备拒军师 将领商议 孔明以为加盟关地位重要 既然紧急 只有从巴西调出张飞来 方可击退张和 孔明的话才说完 仗前突然有一员将领站了出来 大声说 别人怕张和 我却不怕 看我立刻去斩了他 众人看时 却是老将黄中 孔明微笑 对黄中说 将军虽勇 怎奈年迈 恐怕不是张和对手 黄中最不服老 听了这话 气得白虚倒数 大声说 我浑身还有千斤之力 两臂开的三十之弓 怎说不是张和对手 孔明看在眼里 索性在用话吉他 将军快进七十了 如何不算老呢 黄中愈加气愤 更不达话 就在架上取下大刀 挥舞如飞 又取臂上硬弓 使劲地拉 一连拽折了两张 刘备和众人都看得呆了 孔明这才已允黄中前去 问他要不要带富江同行 黄中心里还有点气 索性见举了另一位老将炎炎 孔明也同意了 两人一同领兵出发 赵云见两员白头老将担当了这般重任 很不放心 孔明竭力解释 赵云只是不信 黄中 炎炎到了关上 梦答 霍骏也暗笑孔明调度不当 黄中与炎炎却都下了决心 定要建立功劳 使大家今后不能再轻视老将 第二天 两军对阵 张和出马 见对手是黄中 便笑他若大年纪 还不安分 要来镇上送死 黄中大怒 高叫 你欺我年老 我的宝刀可不老 拍马向前 挥刀直取张和 两马相交 战了二十余回 忽然张和震后喊声大起 原来炎炎已从小路抄到背后 两军加攻 张和大败 卫兵直退了八九十里 黄中 炎炎才停止追赶 收兵扎营 炎炎献祭 说附近有个天荡山 是曹军屯粮之所 夺了天荡山 曹冰断粮 汉中不战可定 黄中也是这个主义 便受济炎炎 让他自领一军前去 曹洪得知张和又输了一阵 只得再遣夏侯上 韩昊二将 率兵五千 前来驻战 韩昊出阵 直冲黄中 夏侯上也拍马挺枪 加攻过来 黄中更翻迎战 败下阵来 韩昊 夏侯上追赶二十余里 夺了黄中的迎战 次日再战 黄中又败 张和疑心其中有诈 反被夏侯上羞辱了一顿 以后两日 黄中望风而走 连败树阵 一直退到关上 孟达发急 盲写文书 申报刘备 刘备插刘锋来关上戒应 黄中告诉刘锋 这原是交兵之计 只看今夜一战 便可收复失地 夏侯上 韩昊见黄中闭关不出 直到敌人无力再战 不料夜里二更天时 黄中引五千兵出关猛冲 二将猝不及防 各自弃债逃命 黄中连夺三寨 寨中军器安马堆积如山 黄中尽叫孟达搬运入关 刘锋劝黄中暂歇 黄中道 不入虎穴 淹得虎子 只管催大军努力追赶 曹兵大溃 直退到汉水旁边 才得扎住阵脚 张和和夏侯上 韩昊商议 说天荡山是汉中凉酷 倘若失手 影响大局 三人商量多时 决定连夜去投天荡山 协助夏侯德把守 夏侯德刚接着张和等人 黄中兵马已经随后赶到 张和主张坚守 但是韩昊要战 自领了三千精兵 下山迎战 黄中挥刀直取韩昊 指一和把韩昊斩死 蜀兵大喊 杀上天荡山去 张和夏侯上急忙引兵拦截 呼听山后也传来喊杀之声 火光冲天而起 夏侯德亲自提兵前来救火时 正撞着炎炎 炎炎手起一刀 夏侯德落马而死 原来黄中遇先使炎炎在山后埋伏 只等黄中军到 便来放火 张和 夏侯上前后不能相顾 只得放弃天荡山 直奔定军山头夏侯冤去了 黄中近战天荡山 获得大批粮草 他见军事非常劳法 便传令休息数日 一面派人往成都暴劫 刘备聚众江庆贺 法政建议道 如今张和连败 弃了天荡山 如果主攻律大军亲征 不难平定汉中 汉中一定 可敬可守 这是上策 刘备 孔明都赞成这个主意 便命赵云做先锋 起兵十万 亲征汉中 蜀军出家盟官下营 刘备召黄中 严严盗债 大家未劳 一面问黄中 能不能再取定军山 黄中凯然答应 便要领兵前去 孔明急忙劝阻 说黄中年纪太大 不宜过劳 如今一再立功 正该休养几时 黄中又气又恼 当时就和孔明争论起来 黄中越说越激昂 声言不用副将 只带本部三千兵 如不能杀死下侯渊 愿割下自己的脑袋 孔明再三不允 黄中坚持要走 最后 孔明同意黄中前去 只是派了法政做监军 凡是两人记忆而行 黄中 法政领本部兵去了 孔明命赵云领一支兵 从小鹿相机接应黄中 浅流风 孟达在各山布置一兵 又插人授记马超 插盐沿往巴西镇守 替换张飞 魏盐来同取汉中 黄中和法政屯兵定军山口 屡次挑战 夏侯渊坚守不出 相持多时 夏侯渊忍耐不住 打算出战 张和竭力劝阻 说黄中志勇兼备 而且有法政相助 不可轻敌 定军山山路险峻 正好固守 一天 夏侯渊接得曹操首书 知道曹操亲率大军 四十万来征汉中 已到南正 信里告成夏侯渊 不可专世勇猛 需防敌人用计 夏侯渊心想 曹操大军一道 可能让别人见了功劳 此时再不出战 更待何时 夏侯渊发令 分派张和守山 夏侯尚出兵诱敌 夏侯尚下山挑战 黄中先令崖江陈氏迎敌 二江交锋 没有几个回合 夏侯尚诈败 陈氏追赶上去 追捕多远 夏侯渊突然从背后杀出 陈氏慌忙回战 一个措手不及 被夏侯渊活捉过去 黄中失了陈氏 又见卫兵坚守不出 便和法政计议 法政想了一个反客为主的计策 主张激励士兵 拔债前进 步步为营 迫使夏侯渊出战 黄中大赏三军 步步推进 夏侯渊的报 便要迎战 张和识破黄中的计策 立主坚守 夏侯渊不信 令夏侯尚引述千兵直扑黄中大寨 黄中出阵 拍马五刀 直取夏侯尚 指一和 活捉夏侯尚归债 夏侯渊 盲使人来说 愿将陈氏交换夏侯尚 黄中答应 第二天 双方约定在阵前相换 一声鼓响 陈氏 夏侯尚各望本镇奔回 黄中逼到定军山下 夏侯渊正要出马厮杀 忽然探得附近山奥中 有蜀军旗帜飘动 恐是伏兵 又记起曹操告诫的话来 只得坚守不动 黄中不能立功 好不反问 法政指点黄中 定军山西面 有一座高山 四下皆是显露 如果占了这山头 可以俯瞰对方虚实 定军山便不难攻克了 当夜二更 黄中引兵名罗击鼓 杀上山顶 把守山头的是夏侯渊 不将渡习 只几百人马 见黄中大队拥上 只得弃山逃走 黄中在山顶上瞭望 果然与定军山相对 看得清清楚楚 法政又想了一条 以一代劳之计 黄中大喜 决定召计而行 黄中夺了对山 夏侯渊再也按捺不住 张和苦见 夏侯渊不听 分兵围住对山 百般挑战 法政在山顶举起白旗 任从夏侯渊叫喊辱骂 黄中只坐不知 待了好一会 只见曹兵俊怠 有的放下兵器 有的下马休息 法政忙将红旗招展 一时鼓角齐鸣 喊声震天 黄中一马当先 冲下山来 骑士犹如天崩地他一般 直扑夏侯渊迎寨 夏侯渊来不及招架 只听得黄中大喊一声 圣如雷吼 宝刀一闪 夏侯渊被砍死马下 黄中城市去夺定军山 张河领兵底底 黄中 陈氏两下加攻 曹兵大败 纷纷夺路逃命 张河左冲右突 看看逃出重围 忽然山旁闪出一标人马 位守一员大将 却是赵云 张河慌忙夺路 望定军山逃走 半路 遇到守山败军 说定军山已被流封 孟达夺了 张河更加慌张 死命杀出 奔往汉水去了 再说 黄中来到加盟关县宫 刘备大喜 封黄中为征锡大将军 设宴庆贺 孔明亲自与他把斩 这时探马来报 说曹操自领大军四十万 前来与夏侯渊报仇 并且探得张河正在米苍山搬运粮草 一道汉水北面山下 黄中在座 又愤然站起 抢着要去 孔明考虑一下 便命黄中 赵云统领一支兵去 凡事记忆而行 看谁先立功劳 蜀军行进汉水 赵云问黄中谁去夺敌人粮草 黄中说 我先去 赵云也要去 两个就争执起来 赵云知道黄中好胜 到底让了他 并且约好时刻 再后接应 当夜四更 黄中留五百人手营 自领人马偷过汉水 直到北山山脚 这时天以大名 见粮草堆积如山 只有少数兵士看守 黄中兵到 守兵一起逃走 黄中正要放火烧粮 张河引兵赶到 和黄中混战一处 曹操及令徐晃前来驻战 黄中立敌两员大将 被困该心 无法脱身 赵云等到午时 不见黄中回来 赶忙引三千兵前去接应 赵云杀入重围 左冲右突 如入无人之境 那条枪上下飞舞 硕死敌人无数 张河 徐晃心惊胆战 稍稍退却 赵云救出黄中 且战且走 曹军弹见长山赵云起号 无不抱头鼠窜 曹操望见 不觉惊叹 赵云杀回本寨 望见后面尘土滚滚 知识曹兵追来 不将建议闭上寨门 上楼抵敌 赵云不一 赵云禁教公奴守于寨外 好礼埋伏 将营内骑枪 一骑到眼 自己匹马单枪 立在营门外 张河 徐晃领兵赶到 见债门大开 债中掩齐息鼓 暮色苍茫中 只赵云一人 立马营外 二将心理疑惑 不敢向前 曹操自率队伍追来 催促将士猛扑鼠赢 众军听令 齐声发喊 杀奔赢前 赵云把枪一招 豪中弓弩齐发 曹兵不变虚实 翻身奔逃 这时天色昏黑 不知蜀兵究竟有多少 曹操恐怕中计 拨马变回 只听得后面喊声大震 鼓角齐鸣 赵云 黄中各领一支兵 追杀过来 曹操走投无路 弃了北山粮草 逃回南政 徐晃 张和扎营不住 也弃了大寨退走 赵云占了曹营 黄中夺了粮草 曹兵一下军弃马匹 更是不计其数 刘备同孔明一注汗水 问起战况 军士们把赵云如何突破重围 以及匹马丹枪下退曹兵的事系说一遍 刘备赞叹 当下大开掩宴 为劳立功将士 曹操屡次挫败 不肯罢手 没隔几天 又统率大军来征汗水 曹兵 蜀军 隔水乡新池 刘备 孔明商议破敌 亲到阵前查看形势 孔明见汗水上流有一带土山 顿时有了主意 孔明回营 分时赵云带五百人埋伏土山 只听暗号 便雷鼓吹脚 却不要出战 赵云受计而去 孔明一注高山 查看动静 到半夜时 见曹营灯火已熄 便放起号炮 赵云听得 立即鼓角齐鸣 曹兵惊起 直到结营 冲出营来 却又影踪全无 带回到营中 鼓角又响 曹兵疑神疑鬼 彻夜不安 一连几夜 曹操心切 拔寨后退三十里 蜀兵便乘机渡过汗水 曹操见刘备背水结营 心中不解 使人来下战书 孔明批了来日决战 第二天 两军百开阵势 曹操命徐晃出马 蜀营流风迎战 交风树河 流风抵敌不住 拨马回走 曹操心喜 下令谁捉住刘备 便封为西川之主 众军听了 各个奋勇争先 杀过阵来 刘备律大军弃债而走 军弃马匹 丢满道上 曹兵见了 无心追敌 只顾沿路拾取 曹操忽然醒悟过来 传令全军 拾取遗物者力斩 火速退兵 众将面面相去 猜不透曹操的用心 话由未了 果然刘备引中军反身冲杀 左边黄中 右边赵云 是如排山倒海 猛扑过来 曹操大惊 传令退回南政 不料赶到城下 城上尽是属军旗帜 原来未严 张飞得炎炎带首巴西 分兵杀来 先得了南政 曹操改守扬平关 立脚未定 蜀兵又从四面八方赶到城下 东门放火 西门呐喊 南门放火 北门雷鼓 曹操着慌 器官逃走 蜀兵却在后面紧追不舍 众将保住曹操 直逃到邪谷借口 前面尘头呼起 一支兵道 曹操还当是刘备的伏兵 仔细一看 却是次子曹张 带着精兵前来借应 曹操想收兵回去 又怕被刘备 孔明耻笑 只得整顿人马 下令进军 不料一出邪谷 便撞着魏严 被截杀一阵 曹操急忙回军 兵士又报马超引兵 从后面杀来 曹操见三军锐气已尽 决意放弃汉中 即日传令退兵 一路上呼而火起 呼而中服 兵将人人丧胆 昼夜奔走不停 直到许都 方才安心 刘备平定汉中 安民已毙 大赏三军 刘备归功孔明用兵神奇 孔明道 曹操虽能用兵 只是多疑 这次我专用移兵不断困扰 然而主要还是靠了将士用命 建此大功 刘备大会群臣 自立为汉中王 封孔明为军师 总理军国大士 又封关羽 张飞 赵云 马超 黄中为五虎大将 魏延为汉中太守 其余陈辽 也都各有封赏 刘备接着插人到各处赏军府民 令魏延总督军马 守遇汉中 自己带着孔明 法政和百官回成都 从此 蜀军广积粮草 赶造兵器 积极准备进取中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